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說到中國大陸科研發展 你看征服了星辰大海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 所謂的來看到 它的戰機五代機殲20 就被說非常的厲害 殲20可以看到是說 美國有特別提到 像軍事專家彼得蘇丘 他就有提到說 殲20已經來到了200架次 他用的是脈動生產 陳飛已經生產了4個批次 現在的殲20可以看到 他用的是涡膳石的發動機 已經改了換了 他是更大推力更好的隱身性 而且呢跟F22有一些差距的話也縮小了 但是來看到這個呢 涡膳石並不是最好的 當然中國大陸不斷的研發 所謂的來看到更好的發動機 因此呢涡膳石五呢 也許在明年的時候 就會小批量的生產 生產呢裝到了殲20 所以可以看到殲20呢 他不只是怎麼樣 不只是有200架次以上 而且呢脈動生產越來越多 他的發動機心臟的部分 也要換涡膳石五 白色戰機輕巧滑過天際 大陸自主研發的殲20 是第五代逆宗隱身戰機 珠海航展落幕不久 殲20仍是各國軍事專家 以及媒體高度關注的對象 也被指出是要與美國F22較近 然而根據香港媒體南華早報報導 日本目前使用的F35戰機 根本打不贏中國的殲20 並稱F35只是為了美國軍方特定需求設計 不是為了日本國家的要求 因此將與英國及義大利聯手 替換目前的戰機 為此日本首相岸田也在11號 提出為了鞏固日本防衛能力的增稅政策 英國駐日本大使朗伯頓9號時 就日本英國和義大利聯合研製的 新六代戰鬥機召開記者會表示 通過共享日本 英國和義大利的技術 將在新戰機上增加隱身能力 而且將會是一種尖端戰鬥機 也可以無人飛行 此外他也指出能夠對未來可能的威脅 產生可靠的威責力 並強調這將有助於印太地區和歐洲的安全 我們覺得我們是很好的伴侶 我們想與日本與美國 義大利聯手打造新戰機 不僅反映日本致力於擺脫對美國國防技術的依賴 也顯示出對於台海地區的安全擔憂 而大陸目前也正在研發兼22戰機 面對日英義聯合的強大新對手 大陸軍事勢必會受到挑戰 並可能引發相關地區的軍備競賽 說到中美博弈外交場域 中國大陸是不斷地開放自己的市場 發展紅利讓全世界來共享 相反的美國是拉攏各國 著眼的是自己圍堵搞拉幫結派 所以您覺得中美到底誰才會得人心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一起來看到說美國想要拉攏了非洲來抗中 恐怕又要碰瓷了 當地時間13到15號 美國總統拜登你看他又要在怎麼樣 華盛頓跟來自非洲的數十位領導人舉行會議 這會是繼歐巴馬政府2014年 舉辦首屆美非峰會之後 美國跟非洲領導人的第二次峰會 那雖然拜登政府表示說 要藉由這次的峰會支持非洲國家的發展 但是分析指出來它的背後 還是要利用非洲國家崛起的政治力量 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要滿足美國自己的戰略需求嗎 尤其來看到他要拉著人家抗中 但這次他不敢講China這個字 因為非洲國家根本不想跟你抗中 那另外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也頻頻說有一些發表談話 對非洲示好 還多次派了一些像是高官 比如說國務卿布林肯不是在訪問非洲 而且有很多高層有密集訪非 今年7月的時候他的確 拜登也正式宣布說第二次的美非峰會的計劃 白宮說到時候會有50位非洲的國家元首 還有政府高級官員 以及非盟的負責人與會 8月的時候白宮也發布了這一個 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戰略提出了四個目標 包括了培育開放社會輸送民主跟安全紅利 民主還要輸送給大家 增進疫情之後恢復跟經濟的發展 但是疫情很嚴重 非洲我們之前討論過 沒有疫苗美國你敘事搶疫苗 另外還說支持環境保護 氣候適應跟能源轉型 美國的國會三報有說 今年8月8號的時候 布林肯他其實也有在南非就美國對非洲的戰略發表演講 針對說這個地區重要的意義 但被說布林肯還渲染了特定國家 特定國家的威脅論 前駐紐西蘭大使建文集就說 大陸其實經營非洲從毛澤東就已經開始了 現在美國這個時候又開所謂的美非峰會 根本就在作秀狗廢火車沒有用的了 大陸事實上對非洲的重視是從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開始 當時整個世界 當時中國大陸的世界觀世 這個世界有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跟第三世界 那中國的全球戰略是要聯合第三世界 一起來反抗第一世界的 對這個世界的支配 1963年的時候 我記得中國大陸有一個驚人之舉 花了三億美金 建了一條坦上鐵路 那你以現在的南非這個國家來講的話 他當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在白人的這個統治的時候 整個南非的遊擊隊 他的軍事援助 主要兩個 一個是俄羅當時的蘇聯 另外一個是中國大陸直接的軍事援助 派了軍事顧問 在這個 在這個南非 協助南非的這個 應該就是他那個時候叫 南非的整個反抗組織 黑人的反抗組織 去推翻那個白人的統治 所以中國大陸在非洲經營是這樣子的方式 六零年代就非常深入 鋪偏蓋地 以這個美國來講的話 你今天用插花的方式又回來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辦法撼動非洲國家 在尤其在美中展開爭霸的時候 他會去選擇站在美國這邊 搞不好美國就說 我同意在未來五年之內援助非洲國家十億美金 那十億美金好了 你知道一個國家分多少 兩千萬美金都不到 那你要跟中國大陸在非洲經營的話 從六零年代一個一個國家 這樣扎根的這樣子的經營 那是那是那是完全不可同仁而已 美國今天用這種方式搞個什麼峰會 找一些人來開個會 我覺得好像有點像就是 就是狗廢火車 不會有任何深遠的影響 就是一個作秀而已 好非洲如果要跟著美國走 美國又能給什麼資源呢 大陸幫忙是蓋機械嘛 美國就抹黑什麼 哎呀你是債務陷阱 那你自己又不幫忙呢 而在貿易方面 美國目前只有跟一個非洲國家呢 也就是來看到是摩洛哥 他們有來進行相關的簽署 來看到跟摩洛哥呢 有來簽署了是自由貿易協定 只有一個國家 最近幾年呢 美國對於非洲的投資跟貿易的數據呢 是呈現下滑的趨勢 根據數據顯示 美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 從2014年的峰值690億美元 降到了2020年的475億的美元 好美國對非洲的貿易呢 也從2010年的1130億的美元 降到了2020年的440億的美元 好事實上呢 從2014年首屆的美非峰會 召開以來 美國歷屆總統都有推出一些相關舉措 要強化跟非洲的經貿聯繫 比如說來看到2014年的時候 美非峰會期間呢 當時的總統歐巴馬 其實就簽署了行政命令 宣布呢成立非洲經商總統顧問委員會 同時拋出了價值是330億美元的 經貿合作計劃 另外呢 川普2019年 他是罵人家糞坑國家的 那川普2019年呢 也有推出了繁榮非洲的倡議 既定目標是使非洲跟美國之間的 雙邊投資還有貿易翻一翻 但是根據美國媒體的統計 從2019年6月以來 美國政府在45個非洲國家呢 其實幫助了有800多筆的 雙向貿易跟投資交易 大概出口和投資總值來到500億美元 儘管如此 美國的時英財經網站呢 他也特別點出來說 說美國的行動被認為根本不夠快 也沒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報告也說 中非呢 中國大陸跟非洲 今年喔 第一季度的成績已經超越了去年 去年整年美國跟非洲的貿易的總額 你看差那麼多 大陸海關數據呢 2022年的上半年 中非貿易額來到了1374億的美元 你看這麼多啊 那同比增長16.6% 另外中國大陸從非洲進口606億的美元 那同比增長19.1% 另外呢 中國大陸跟非洲出口768億的美元 同比增長來到了14.4% 2021年美非雙邊貿易額只有呢 640億美元 你看差了這麼多 1300跟640啊 那你還看到 大陸國際貿易組織的研究會的副會長 霍建國老師也說 大陸就已經成為非洲經濟增長跟發展的 最重要合作夥伴 還有貢獻者之一 對非洲的援助到底實際支出了多少 恐怕美國現在拿不出數據來 很多美國主導的對非項目 不管是大型的跨國公司 還是世界銀行推動的 最後都不了了之啊 相比之下 大陸在非洲的成功項目 拜登政府再次要召開美國跟非洲的峰會 就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 他說美國以前啊 只是在理論上認為 非洲是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一直到最近才明顯感受到 非洲的地緣政治地位 俄烏衝突就是很好的例子 大多數的非洲國家拒絕負荷西方譴責 還有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美國意識到了 非洲不僅僅是在一個理論上 理論上的重要夥伴 而是崛起中的力量 的確呢 就全球的貿易而言 非洲可能只是很小很小的角色 但是在全球政治的版圖上呢 非洲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美國對於這一系列的姿態 非洲並沒有輕易的被打動 有分析指段說 自歐巴馬政府舉辦首屆美非峰會之後 美非之間啊 並沒有迎來更實質性的加強 首屆的峰會上提出了好多好多目標嘛 最後都流於形式 來看到的是南非智庫呢 南非全球對話研究所 目前他之前有舉辦一個 全球秩序變遷中的 拜登政府跟非洲的報告 這個報告的主筆人 來看到是姆坦布呢 他特別提出來說什麼 這位是姆坦布 他說呢 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戰略 表明非洲還是用 割裂式的眼光來看待非洲 沒有把非洲大陸 視為是有機的整體 這對於非洲普遍不滿跟質疑 好另外呢 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的 這一位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孟大偉老師 他也說 他提到 歷史上美國把非洲 視為是自己的後院啊 對非洲的後裔呢 實行了種族的歧視 最近幾年新冠疫情很嚴重嘛 美西方國家卻是囤積疫苗 不顧非洲人民死活 還發布了歧視性的旅行禁令 不讓非洲人去玩 然後呢對於非洲旅遊業也造成了重大的打擊 另外呢對於呢現在呢 美國發起了美非峰會 南逃作秀的嫌疑 他提到連續兩屆啦 你這個美非峰會都舉辦在哪裡呢 都在美國 美國領導人你窮來都不去非洲 這完全不符合彼此的尊重 平等對待的夥伴精神 其實補充一下習近平主席 以前疫情之前常常去非洲訪問 所以你看美國人是叫人家去華盛頓開會 自己不去非洲 好那再來看到 南非的全球對話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杜安奈杜 他則說了他批評了 說美國公司啊在非洲存在大量腐敗的行為 非洲因為不公平貿易損失非常大 都是由你美國公司造成的 美國政府卻是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反而對其他國家在非的企業 評投論足 美國公司還將他們呢 在非洲收集大量的用戶訊息 全部儲存在美國的本土 對非洲進行的是數據殖民 美國的雪神大學的教授呢 坎貝爾呢他則是直言了 他說美國出台所謂的對非新政策 毫無新意啊 最近20年美國是打著反恐的 旗幟那有一些極端強行輸出民主 你看這次也是要輸出民主嘛 結果不僅沒有消除恐怖主義 反而給呢包括非洲許多國家的地區啦 跟人民帶來好重的災難 烏克蘭危機之後呢 美國要求非洲要選邊站隊 卻對自己呢 加大對俄羅斯的貿易 美國大肆炒作呢 債務陷阱的陰謀論 但自己卻透過瘋狂的印鈔票跟加息 來加重了是非洲的債務 為了平息呢 美國對於歐克斯啊 美英澳三邊的關係的不滿 美國就把非洲當成了談判籌碼 允許法國在非洲反恐行動資源 提供相關的服務 這都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 好另外再來看到你看非洲人真的好氣 烏干達政治分析人士 呃鋼札他一針見血地說 歷史上西方列強對非洲進行了數百年的殖民統治 非洲的資源和美國的西方的現代化 起了很重要的關鍵 你看他炸光了非洲讓你們能夠成就嘛 現在呢經濟面面臨很大巨大壓力之下 美國你又想顧忌重施嗎 繼續對非洲進行剝削嗎 非洲國家對此一定要清楚的認識 現在歐美經濟陷入持續的蕭條 所以他們繼續要從非洲最大的限度來榨取資源 讓我們成為完全弱勢的人 完全無助的人 這就是這一次美非峰會的目的 他不是為了讓非洲變得更好 也不是為了改善關係 而是為了讓美國人自己生活變得更好 好 您覺得呢 美非峰會會成功嗎 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其實呢 大陸國家主義習近平才結束了四天的中東訪問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形容 這就是大陸對阿拉伯最大規模的外交行動 你看對比美非峰會被說還沒開 就覺得很慘了 那中國大陸跟非洲關係很好嘛 跟中東關係也很好 大型護衛摩托車以及馬隊 迎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沙國之音隨行伴飛 空中更有象徵中國國旗的紅黃兩色彩蛋 以最高規格禮兵 大陸外長王毅形容這次出訪是對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外交行動 期間與近20位阿拉伯國家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 除了與沙國簽訂9000億新台幣的合作協議 也簽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更呼籲推動以人民幣結算油氣 可說是滿載而歸 媒體將習近平訪問中東 與美國總統拜登當時訪問的挫敗形容是強烈對比 不過美國在中東長期撒根 中美的波灣地區角力戰其實才剛剛開始 而美國現在更將焦點轉移到非洲 包括尼日 赤道幾內亞 伊索比亞等非洲領袖政要 在美東時間11號抵達安德魯空軍基地 準備參加拜登政府13號召開的美飛峰會 美國曾經在今年8月釋出一份戰略文件 顯示出大陸與俄羅斯已經在非洲擴大影響力 對美國造成區域威脅 而拜登總統預計在這次峰會 將宣布支持55個成員國的非洲聯盟 加入20國集團 我們要去找到一些事情會有意義 我們需要去看它 我們要去看它 如果我們認為 有些事情只是批准 是罵罵 是批准 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然後我們要去做什麼 非洲每年需要數以十億美元計的經費 投入當地公路 鐵路 水壩與電力等基礎設施 而非洲在過去十年中 已經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大量援助 美國時隔八年才再次拉攏非洲國家 但能夠提供給非洲的援助 會不會獲得聯盟青睞 大陸又扮演起大國該有樣子 大家都知道沙特阿拉伯 跟伊朗關係有點緊張 但是雙方其實都跟中國大陸很好 因此大陸又扮演起了友誼橋樑 日前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峰會 其實在利亞德舉行 雙邊領導人就中海政治互信 加強各領域也達成了重要共識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 來看到汪文斌說 中國大陸跟海河會的國家發展關係 目的就是要深化各領域的合作 造福雙邊的人民 大陸跟伊朗關係其實傳統都蠻友好的 而且鞏固還有發展 尤其是中醫的全面戰略夥伴的關係 這是中醫雙方共同選擇 中國大陸願意跟伊朗加強溝通的協調 推動是兩國關係不斷地得到了新的進展 中醫雙方也已經簽署了全面合作的計劃 估計在今年年初會落實工作 中國大陸願意跟伊朗共同努力 推動中醫務實合作的行穩致遠 汪文斌也提到說 胡春華的副總理12號到訪伊朗 相信此訪會深化中醫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產生積極的合作 而且海河會國家跟伊朗都是大陸好朋友 中國大陸發展跟雙邊關係不針對第三方 中國大陸一貫支持海河會國家跟伊朗 能夠目領友好的原則改善關係 所以看得出來大陸又扮演的是和事佬的角色 好 說到了跟美國又很不一樣 美國都是霸道嗎 尤其是大陸跟美國關於金屬製的相關產品 加徵關稅的貿易都打到世貿組織判決了美國敗訴 結果美國還不認賬 世貿組織發布報告說裁定美國在川普時期來看到 對大陸等多個國家開徵了10%到15%的金屬製品的關稅 違反了國際規則 最重要的是他這些專家還說 美國主張所謂的國家安全就是沒有道理的 美國貿易代表署強調強烈反對拒絕要取消根據232條款 大陸商務部則是說希望你美國要尊重判決還有WTO的原則 儘快糾正違法的措施 好 2018年的時候美國來看到川普時期 就用1962年的貿易擴張法第232條的條款 對鋼鐵加徵25%關稅 屢加徵10%的關稅 結果來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豁免了 但是中國大陸等等的這些國家提出了申訴 結果你可以看到 沒想到美國判決已經出爐 他還說強烈反對 沒有意思要取消232條款的關稅 環球時報就說 你這就是美國的霸道跟傲慢 你一下指責WTO输了官司 你現在要拆了法院嗎 你怎麼可以不接受呢 而且來看到 環石也特別提到說 不能任由美國在WTO耍流氓了 因為美國是濫用國家安全 有關國家安全威責 因為這一次的判決做出更明確的解釋 他就呼籲環石呼籲說 全世界參與WTO的國家 應該一起要抵制美國 不能讓美國WTO耍流氓了 men進來 又是 155秒 警察 他也任由美國 敵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